Hello,我是Mike Hello,我是Sylvia Hello,我是Sylvia 追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NM onLive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NM onLive 有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ke,這次我們一開始見到一隻小狗 這裡是哪裡來的? 這裡是在東京銀座那條行人街 嘩,我經常走過這條街 是呀 但我未碰過牠 這是我們這次主角之一 主角之一 夏于是我們開始的旅程 對,一對是星期一 整條街封時間 不停車用,只為人 不過這個時間 少不免尽 是要感受當地的聖誕期風 哎呀真不錯 真是,這裡哪裡來的? 這是銀座區那個 名叫做ários 埃元之內 裡面的一個商場 這是一個迪士尼的擺來擺 其實我覺得每度聖誕 東京或者日本 尤其是東京 很濃厚的聖誕氣氛 哪條街所有商場都有這些燈飾 很漂亮 所以我們率先讓大家感受一下 其實12月頭已經開始了 因為Marunouchi是一個銀行家的區域 所以裡面的東西每間都是漂亮的 這個其實很奇怪 大家都不知道 整條街是屬於一個大業主的 嘩!很貴重 他可以很有錢 每年他們擺的燈飾都是最漂亮的 而且自己喜歡怎樣擺就怎樣擺 沒錯 他今年花了少許錢 將它變成一個公園裡 有店舖 有一個木馬鑽 今年算做得不錯 其實很多打卡位 不過麥哥 你來到東京 沒理由只跟我們說燈飾 當然了 我當然帶大家有吃有買 咦! 東銀座站? 很少去 對 一般遊客都去到東銀座 銀座就住 銀座 沒錯 但你記住 這裡是我今次新發現 OK 東銀座我看到對面有個廟 咦!這是甚麼 這叫做歌舞技座 歌舞技丁 我聽過嗎? 麥哥 你那裡是紅燈區 這裡是日本文化區 咦! 先讀文化人 解釋一下 歌舞技座 這一座大劇院 其實是非常歷史悠久的 它之前是1889年已經興建 不過可能當時受火 重建 現在你眼前看的一件 是2010年重建 到今時今日仍然有 歌舞技的表演 跟我們在那些能劇 有沒有關係? 完全不同 能劇是更早一點 它是十四世紀 歌舞技 表演 是在十七世紀才開始 所以你看到現在 天天都有表演 所以現在在日本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表演 難道你這次帶我們去看show? 是! 樓下bassman 這個嗎? 沒錯! 是甚麼來的? 這就是歌舞技座 一個商場的地庫 我這次發現了 因為這個地方很受尊重 他們設了這個商場 做了很多傳統文化的東西 特別是為歌舞技座來做的 我看到很多 souvenir 是呀 左右還有一些東西 是特別版 還有百分百是Made in Japan 是嗎? 肯定的 一定是其他 一定你都不用 看到上面歌舞技座 所以我都說 你現在在這裡看到的東西 外面是看不到的 是 無論是食、用、帶、買 全部都是特別為這間店做 這條金龍是首織出來的 哇!今年龍年剛剛好 是呀 可以買一隻回去 那些東西是否貴的? 合理 非常之合理 其實很多東西 你會發現 其實我看到周圍不是很多遊客 因為本身日本人都會來這裡參觀 以及看上面的表演 全部地人在購買一些特色的東西 這些是過年的 你見到樓西看清楚 裡面有些特別為歌舞技座來做的 寫著迎春 沒錯 新年用的一些小擺設 很多時候買回去做手信都不錯 還有一個很好的祝福 其實就是歌舞技座 對 限定版 所以不是一般買到的 這些是輕便一點的 用木來挑成的十二生巢 對,很有趣 有些葫蘆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當地人會用的東西 還有我們也適合用 這些是膠質的索膠 你說什麼? 索膠,你看清楚 是什麼? 背舞 我聽過你介紹 那時候我們介紹眼鏡框的時候 你說背舞做的特別貴 是呀 這些是用烏龜 有些是代舞 這些全部都是真正的龜殼來做的 但手飾有很多不同款式 比我們看之前 就多了很多 是呀 還有不貴是嗎? 幾千日圓 也不算貴 沒錯 所以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一些膠的東西 這個就有一個感覺 非常好 這個呢 這幅畫來的嗎? 這幅畫就行 我朋友買了 他後悔沒有買多幾幅 他可以用來送禮 他買了兩個夾子 直接整幅畫送給人 容易攜帶 而且圖片也有很多款式 很多款式 所以我說 你不要只以為 只是買那些小擺切 他有很多家居用品 是很有特色 你記得歌舞記作 是呀 所以好像一個小的 是日本的展品 展覽廳 有很多不同特色的東西 大家可以買 這些又適合小朋友 小小的 這個是 蕃茄還是巧克力? 蕃茄仔 很有趣呀 還有保證你一件事 就是不會到處都看到 是呀 一定呀 你看看這些 自己放在這裡 送禮又得 千多日圓 千多日圓 幾十五元 想點 真的想點 而且很容易去的 因為是在京都銀座 東銀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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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歌舞記座 各位朋友 就不是歌舞記丁 你看到這個這麼大的劇院 你向下就看到了 非常好的介紹 我們轉轉去吃東西 可以嗎 哇 這個華味料 華味料 在銀座二丁木 吃雞 為何你會選擇吃雞 不是吃魚 因為老實說 那天就很冷 我吃完Sukiyaki 第一天 第二天我就說不行 都要保一保 現在我一直都去開 所以特意介紹大家吃這個 真是為自任 這個雞的料理 是專門店來的 它裡面 你只可以選擇雞的食物 這個我吃過了 所以我這次的華味料 一定要再吃 博多 因為博多 就是來自雞的出產地 沒錯 叫博多華味料 其實如果你在東京的話 應該找到好幾間店 沒錯 大家可以不妨試一下 因為我看到 我們香港人吃雞煲 當然是很濃味的 但你看到 哇 湯清得這樣 是的 都說它的湯底又好 而且雞不算肥 因為雞一落水 就很容易出油 你看到我覺得 真的不算油 第一味 這個叫做雞腿肉 就蘸醬汁 很簡單 米哥 很滑 滑到你一入 很即溶 這個 是嗎 如果它這麼清 讓你吃 它對雞本身的味道很有信心 我完全覺得 完全對你的眼睛非常好 這個真的不能說 怎樣 人手打雞丸 哇 你真的把肉 打碎 然後把它做 一個 mince chicken 的 meat balls 所以這個雞丸 我都說 這家這麼漂亮 我都說 而且我欣賞它 是人手幫你做 每顆每顆的尺寸 是很平均的 是的 這個就是功夫 我們就要這些 用心的菜式 所以我都說 這個鍋 其實就不是什麼 名貴的東西 但是 它吃心機 哇 而且質量又漂亮 這個是 雞的內臟 對 潤啊 心啊 另外就是雞肉 我想問 這個是Seddle 是嗎 是Seddle 那幾錢左右 大概6000日圓個人 這麼便宜啊 就是300日圓 這塊是什麼 麥哥 這塊是湯底 所以你發覺 現在很奇怪 人們吃雞煲 很多時候都會吃一口 頂不上 我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這道菜的精華所在 整個雞餐 是嗎 沒錯 我吃好所有的東西 現在就給你一個飯 這個飯是粥 有一點點蛋 還有蔥 已經可以把精華帶出來 非常之好 雞粥是不是雞粥 跟我們香港吃雞粥有什麼分別 差不多 不過它有稀飯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之好味 我覺得這個雞餐我真的沒試過 但是下次我一定會去試一試 這個值得的 至於這間銀之塔又是搞什麼 這間是被我無耳中發現 在我酒店8分鐘走一走 是 這間不是吃鴨 是 看到它的公仔是鴨的標誌 這間是在1995年已經開始 它只是吃牛的豬 沒錯 即是炆煮 炆煮牛 對 沒有其他食物 只吃一味 為何這些味道很特別 因為我都沒吃過入式的炆煮 所以我這次去到 我特意一定要去試一試 我覺得你真好 看看菜單有什麼 很簡單 很簡單 只有很多食物 混合牛肉 肉 和牛餅 沒錯 沒有其他食物 四千多日圓 這個更便宜 沒錯 但你見到有很多食物 味道很有特色 你見到鍋子一上 我自己的口水馬上流出來 尤其是冬天 冷的話 你看看 我點了兩鍋 一鍋是牛 牛肉 另一鍋是牛舌 牛舌 我很喜歡吃牛舌 那哪個好吃 兩鍋都好 不過我沒有一個 而入口 肉根本不用咬 這鍋最好 還有這個醬汁 我平時吃Stu 我不會吃醬汁 是 他們見到周圍的日本人 肉還肉食 醬汁是當成湯喝的 嘩 我也想喝一口 所以我覺得這鍋是值得去一試 應該很補身 很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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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貴 我認為是四千至五千日圓 沒錯 好介紹 值得一去 好 但這個又是什麼 蛋糕嗎 手信 OK 因為最後一天 又買東西回來 誰知我看到在大院排長龍 是否近期很熱的一間酒店 沒錯 嘩 每一間都沒有人排隊 這間人排隊 我看到它是芝士蛋糕 因為當時是律子當造 沒錯 所以有這個叫和律 但你看看 也有一些聖誕節的手信 你看這些 都不用包了 整盒都準備好了 通常日本那些是這樣的 對 即是完全不得了 但味道又最好 你看到的 有不同味道的聖誕蛋糕 你買回來做手信 做聖誕禮物 真是開心 對 我老婆買了很多 又是搬貨 對 但這間據聞我所知 除了買之外還有食 那晚即場就要試味 這兩個蛋糕 這個季節限定 日子 日子 和率很薄 近來隔壁的蛋糕 是人氣第一 所以是要試的 那晚酒店 兩個都贏了 試了 兩個都贏了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吃蛋糕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近期日本人人氣店之一 就是這間 在大丸八房 是第一層的 不要進入床 因為這間是美得第一層 已經看到了 收到了 如果大家接下來去日本的話 東京的話 知道去哪裡 我們又提供了一些好去設 是呀 你記住一定要試 記得按讚我們 這麼好介紹 還有叫多些人聽 我們的節目 對呀 還要記住看我們其他 在日本吃的影片 多多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